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虹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 愛因斯坦的真大獎豬法 那愛因斯坦在玩的話 我覺得最大的缺點就是他的血量有點不太夠 那目前能夠解決愛因斯坦平血的問題 只能用合體去解決了 所以愛因斯坦在主隊方面 血量是你一個最大的要注意的重點 第二個才是傷害 第三個才是你的轉珠 那第四個就大概就是依照關卡 去放一些結板的效果 所以今天會為大家介紹這一整個完整的主隊介紹 那我們愛因斯坦要先跟大家提到 就是他的主隊概念啦 他本身可以帶機械以及人類 不過呢 帶機械族 帶越多的話 整隊的增傷效益會是最好 所以建議關卡如果沒有特別要求的話 那建議是組全機械為主的配置 那也不太建議帶合體 因為合體 合體會降低整隊機械族的效益 那再來是 合體的話 要帶的話 只有一種情況 就是 關卡的血量要求 我們才會帶合體 那我們這個 比較後面的地方 會為大家提到 好 我們現在為大家介紹 愛因斯坦要怎麼樣提高平坎 這個是一個蠻重要的課題 那以下就是一些巫女的選擇 那我建議大家 呃 巫女帶一張就好了 因為其實愛因斯坦只要帶上一張巫女 整隊的傷害 已經非常有水準了 破翼的傷害都沒有問題了 所以 其中你只要選一個就好了 那最推的當然就是毀滅者啊 你帶上 你只要帶這個毀滅者的話 基本上都可以平坎破翼 不是太大的問題 再來是 我們本身 你只要開下去的話 就持續六回合 因為你總共會有 假設你整隊都帶機械族的話 就可以一直開這個毀滅者 所以才會不太建議大家帶合體 會降低整隊的效益 那如果說你真的沒有毀滅者的話 那我覺得 下一個首選 是露西 露西可以將版面上面的水珠 變成強化珠 那我們本身這隊水珠兼具新服的效果 只要一來水珠變成強化珠的話 可以增加攻擊力 二來是可以增加回復力 所以露西算是一個真的很OP的隊員選擇 再來是他有增傷以及減傷的效果 所以都可以供大家去做選擇 那第三個推薦的 才是我們的文重 文重可以增加天降率 但這個就很看人品 再來第二個是 他可以 解決一些 像現在很多關卡都是 新珠會一直鎖定 或什麼的 這時候帶文重也是可以解決這個麻煩 所以文重我覺得 還是比較看關卡去放 正常情況下 應該是不太會需要用到文重 那當然是 如果說你這個巫女放下去的話 絕對是爽度滿分 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現在關卡比較講究的是 結版能力 這個我們在後面會為大家做介紹 好 那其實最不適合的就是水屋啦 因為本身機械組他的回復力偏低 那我們水屋是靠回復力來做增傷的一個條件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帶樣水屋自然不是 增傷幅度自然沒有那麼好 再來第二點是 水屋開下去的話 就沒辦法回血了 這一隊主要還是靠回復力去回血的 所以這是提供給大家一個 呃 選擇 那我們長族巫女選完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來到了 轉出攻擊珠子 以及一些結版 以及回血的一些選擇啦 那我們先從 呃 轉出攻擊珠子來為大家做介紹 那我覺得第一首選就是青龍啦 他雖然說CD5 不過CD5可以幫你轉出10粒的水屋化珠 並且還有增傷的效果 如果說你有在看我實戰這一次的大獎的話 你可以發現到炸板其實 那個水珠都是夠用的 再搭配上 愛因斯蘭的天降水珠 其實不太會有卡水珠的問題 這個時候更缺的是 我如果說我們這時候 呃 轉出水珠順便帶有增傷的話 那是更好的選擇 所以青龍算是一個這樣的好選擇 那他本身可以轉出水強化珠 那也非常符合這隊的形狀 對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帶上青龍 那青龍 第二個選擇就是 六臂魯兵啦 六臂魯兵他可以短CD轉出水珠來 因為大家可以發現到這一次 雖然說可以幫你炸板 但是在前期的部分 還是很有可能卡水珠的 尤其在那個 愛因斯蘭的主動技能還沒跳起來之前 更是會需要這樣子的 呃 攻擊珠子的加成 所以六臂魯兵可以幫助你在前期比較好通關 這是可以供大家去做選擇的 然後 莫比烏斯的話 只是比較特別的用法 他的最大缺點就是 破壞版面 當然這裡有可能是變成是優點 像是 呃 有一個整版燃燒的龍王 這時候你帶上莫比烏斯開下去 甚至可以不用轉珠 就可以有整版的水珠 會比較好解決 所以我覺得莫比烏斯是很開關卡去放的 那 當然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用法是 假設下一關就是王關了 那你需要大爆發 這時候在前一關開下莫比烏斯 他就可以把這個增傷帶到王關 因為他這邊有三盒之內 機械竹 獸類 以及魔竹的攻擊力回復力兩倍 這次也是可以提供給大家的一個玩法 好 那這三張是比較主要的轉水珠角色卡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回血的部分 那我們回血除了可以靠轉水珠 以及轉星珠的條件來達成之外呢 你也可以帶上 福愛 那至於這一隊是不是那麼必要帶上福愛呢 我覺得看關卡而定 如果這時候 你會需要 魔 跟關 跟王關對魔的話 這時候帶上福愛 會讓整隊的回血 會更穩定 因為這個 呃 算說愛因斯坦有水間距 星浮的效果 甚至還有天降水珠 可是你可以發現到很多時候 是有機會回不滿的 對 所以這時候帶上福愛就是可以 確保你百分之百可以回得滿 再來是 如果說今天是回復力歸零的情況下 那時候帶上福愛就是第一個選擇啦 因為 這隊本身 你回復力歸零就沒辦法回血了 那福愛他是回復力歸零的情況下 還可以回血的 所以福愛有這兩種情況 可以供大家去做選擇 也是對 也是一個好用的隊員啦 然後再來是鐵拐力 鐵拐力的話可以有 因為這隊沒有轉入時間的增加 那管理他本身可以增加秒數 而且還帶有增傷 對於雙血條的敵人是 非常好的一個隊員選擇 好 那接下來為大家介紹的是 更多鐵拐的隊員啦 那其實鐵拐的隊員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最好是 只能下比較多人類的選擇啦 那經驗族本身沒有鐵拐的效果 比較多是轉珠 或是爆發的效果 我覺得是非常可惜的 那 如果說你的 呃 愛因斯坦帶上人類的話 那勢必就是減傷 減血量 這是最大的缺點 但是當然人類唯一的好處就是 回復力會稍稍的增加 這是 供大家去參考的一個數據 那我覺得第一個好用的就是 傑拉爾他本身可以轉出 五個屬性的版面 呃 加上星珠是六個 六種珠子 所以傑拉爾算是我第一個推的好用隊員 那現在很多 很多像是 鎖定啦 或電擊珠子 甚至是 針斑鎖的 呃 或者是 解無屬盾 這種你都可以 靠開傑拉爾去做解決 對 那再來是他的 如果你放他 你一定要注意到一點就是 你要 放下光屬性的成員 你可以帶光機械的 或者是 呃 或者是光人類的 那光人類的選擇的話 就是 艾爾莎 或者是 抖M啦 那艾爾莎他本身 跟傑拉爾有三位三位的加成 所以還是比較推艾爾莎一點 那他 本身也可以加 攻 那個 Combo 術 而且他會 先避掉水珠 所以等於是你水珠也不用怕 先被轉掉 所以艾爾莎算是一個 還蠻推薦跟 呃 傑拉爾放進同一隊的角色卡 那再來第二個選擇就是 達克尼莎他本身可以進星 那 達克尼莎帶的比較大的缺點就是 我們天獎 呃 可能會 應該說 我們星珠沒有天獎 所以回復力會有點不足 但是有幫到天獎的部分 而且他還有多一個減傷 雖然說 本身65%的減傷已經很夠用了 如果減傷在 疊壓上去的話 效益會越來越低 不過 在面對一些 真的很高傷害的敵人的話 這個減傷還是有一點點用的 再來是我們開關達克尼莎 就是 他可以轉出星珠來 那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參考的地方 對 一個供大家參考 這個好隊員 然後如果說你要解三屬強化的話 第一個推斷就是龐貝 而且他可以無視平主盾 那龐貝 對 就是如果你想放的話 旁邊可以再放個劍持戶什麼的 然後讓人類的效益會更高 然後 要跟大家提到的是 如果說你要解五屬強化盾的話 你可以 呃 傑拉爾可以搭劍持戶 對 可以供大家去做選擇 好 那接下來 最後就是談到合體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 能不放合體就盡量不要放合體 因為會減低 整隊的效益蠻多的 那 我現在有實測一個是 艾斯坦打石蜂王 那真的 不得不帶合體 因為帶合體才有辦法讓整隊的血量超過2萬7 那 我們XYZ帶上去的話 血量約為2萬7 2萬7到2萬8之間 那 可是如果說你帶上這個 阿爾法跟貝塔的話 那 頂多只會到2萬5左右的血量 對 所以 這兩個就是頂多就是要撐血量再帶就好了 如果沒有撐血量的話 這真的建議大家不要帶會比較好 好啦 以上就大概介紹完 艾斯坦他的隊員選擇了 好啦 如果說什麼我沒有補充到 或是介紹的話 你都可以 大家都可以在下方 那 幫我補充一下 那 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的分析影片的話 別忘了按下鈴鐺 我記得幫我按下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話 就在第三個影片 然後是王凱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